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自由党政府实际上已经把公司税的税率大幅度的下调到比美国公司税还要低25%的水平 不过我们那么做的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首先我们要消灭435亿元的赤字 然后我们要达到收支平衡 我要指出 在目前下降公司税只能够让我们国家5%的最大公司受益 这要耗费60亿元 不光光是这一年 而今后的每一年都是60亿元 我们已经在七国集团当中 公司税率排第二低 而且比美国的公司税率低 我和我的自由党非常坚决地认为 我们可以把这笔资金投入到家庭当中 我们并不是反对在今后继续下调公司税 问题在于 依我们目前的状况 无法负担这么做 我本人特别重视和支持中小型企业 这个国家90%的工作职位都是来自中小型企业 这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我们同时还要削减个人所得税 削减个人税率 才能把钱放到每个加拿大人的口袋中 消灭公司税率 在目前不符合加拿大人的利益 是的 对于Walford先生所说的 我不会做太多的评论 我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要着眼于长远 是削减补助 削减重要的服务项目 还是投资于发展更绿色的环保行业 更绿色的环保经济 这中间需要一个平衡 既要看到目前的状况 又要考虑到未来 如果我可以坐在这里做出我的答案 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需要倾听人们的呼吁 我们加拿大人有创造力 才智和才干来寻求这个答案 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 不是在国会 而是在中小型企业的人事当中进行讨论 与大企业进行讨论 从而决定什么是让所有人能够接受的 可以推行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 我们新民主党不会削减大企业的公司税率 我们有这个想法 我可以告诉大家原因 加拿大人担任小企业雇主的比率高于大企业 《环球邮报》上周的一篇文章指出 盲目地削减公司税并没有成效 不能产生刺激性效果 我们新民主党提出 除了为小型企业减税 我们为新增聘员工的公司提供一部分的工资税款 如果受雇的时间达到一年以上 政府会提供EI或公资补助 我们还提出调整为提高生产率而做出的新增投资设备的贬值率 那些做出投资 提高生产力 以及增加员工的公司有资格得到税务优惠 现在开始我们的辩论 我要说几天前 我就预算案发出一份详细的问卷 其中 我问我的选民 您希望在2011年的预算案中看到什么 回答中 没有公资税率 我们向财政部长提交了一份23页长的报告 所有回答问卷的选民都收到这份报告的副本 其中提到有投资于家庭 投资于长者 投资于家庭护理 投资于环境 这才是当前的问题 同时我也同意 关心小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仅仅是税务的问题 削减繁文乳结 以及各级政府合作 提供一站式服务 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到 全国的托儿计划 全国药物计划 也是对小企业有益的 把人才放在更大的市场当中 比如我的妻子不能在小企业工作 因为我是小企业的人员 为了享受到有关的福利 他就是找大企业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计划 小企业就能够争取到我妻子这样的雇员 要指出的是 通常都不是税率的问题 而是工人的教育水平 生产效率 医疗计划等 税率不在最重要的位置 虽然保守党的候选人今天没有到场 不过保守党提出的预算案上是要削减公司税率 我想知道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保守党的解释是这样做可以吸引投资 但这个方法似乎并不奏效 这个观点不正确的地方在于 投资者不会投资来增加就业率 他们只有在有机会赚钱的时候才会投资 所以只要销售业绩不下降 投资者就不会多雇人 保守党的理论是说不通的 现在加拿大公司税已经比美国低了25% 在政府赤字400多亿的时候 我不认为这样的政策是负责任的 以我在政府工作的经验 我知道负债的时期非常艰难 我也知道削减赤字的时期更加艰难 我认为保守党的政策并不正确 而且也帮不到老百姓 有证据证明这个政策并不奏效 人们来到加拿大投资不是为了公司税 而是看好我们的医疗系统 教育质量 以及强劲的就业市场 今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你们听到的三个声音 是希望共同合作的三个声音 强过来自四个党派的380名国会议员 在沃台华商讨对策 我觉得今天的论坛带出了一些有用的政见 暂且不说这些政见的对错 但大家合作做事 结果一定可以不一样 好了 这个阶段的辩论就先告一段落 休息之后我们还有问题要进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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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